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荣幸请他到节目头来谈一谈他的独创的发明 欢迎您 陆先生 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怎么样把传统的六孔改成十孔 好不好 好 这个就是传统的六孔敌 是的 我们传统的六孔敌是中国广业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 那为什么叫六孔呢 它有这么多的孔啊 七孔 末孔 这个不算数 它就有六个子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从下算上来 其他呢是后出音孔跟前出音孔 竹子的尾端 竹子的头端 那传统的六孔敌 它一共可以吹出十六个音 三个晃音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只能够非常准确地吹一个调 它要转两个调都有一个音不准 它要转三个调嘛 就有三个音不准 那更不能够转其他的调 以前我们在仰咒 比如说要大调小调小调交替进行的时候 是马上就利用修指一拍两拍一个小节的时间 赶快放另外一个调的笛子 所以我们叫套笛 就是从各个调的笛子都给它做一把 这样能够达到转调的问题 那就失去我们的特色 那刚才大家来吹弗洛特好了 那如何让它又有半音 又能够有滑音 就是不要加剑 那不要加剑加哪里呢 我来想我们有六个孔 那我还有四个子 如果我把这四个子都变成四个孔 那不是半音就齐全了吗 我们来算一下 但是这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花跟生花都是同样一个孔子 都按了两个子头 那这里这个生花不够高 那我就把这个孔呢 再多按一个 把这个孔稍微修正扩大 让它音种提高 这样呢所有的半音就都有 再次先把这种孔税上 在一个小吻小一位 平月 文字体饭 这种孔税上